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FROAD。 对于胡人来讲,他们在新赛季,很有可能,继续保持现有的三巨头配置,而在休赛期以言不利的前提下,胡人需要在新赛季,为三巨头,找到更合适的帮手。 翻看如今胡人的阵容当中,新元朗尼沃克,很有可能,成为这个人选,而只与胡人,签下一年合约的沃克,自然也希望,能够通过在胡人的这一个赛季,为自己争取到一份更高的合同。 职业生涯前四个赛季,沃克一直在马次效力,而这正好对他在场上的炸鼠嗅觉,以及攻防选择,打下了夯实的基础。 尽管沃克一直作为替补登场,但是,他在马次的出场时间,却并不低,甚至一度还被波波为奇,提上了首发。 上赛季,沃克已经能够贡献,场均12.1分2.6篮板2.2助攻的数据,如果不是马次,宣布球队彻底重建,他们并不会轻易放走沃克。 胡人选择牵下沃克,也是因为,他们急于想要为三巨头,找到帮手。 无论胡人,在休赛期,是否送走威少,他们都需要为詹姆斯,和龙梅身边,配备一些投手。 胡人表面上看,是三巨头的天下,但是,如果想要三巨头,打出统治级别的表现,就需要角色球员,在进攻端,提供足够多的火力支持。 胡人在休赛期,没有能够留下蒙克,因此,球队需要尽快填补这个空缺。 沃克虽然并不是投射箭场,但是,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也保。